房市新闻轻松讲 建案消息随便聊 泡杯好茶 你先来收听的是房老吉 关心你的房市幸福 我是房老吉 我是大院子 我是茶汤会 最近这个房市反转的现象 本来觉得市场应该再有 更多愿意释出 邮会讯息的建案 但是好像没有预期的多 那我就看到一个新闻 他有去分析这个原因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建商搅麻了 房市差但低首付建案却意外少 过去房地产市场景气差的时候 往往会冒出 伊托拉库的低首付建案 但是从去年年中到现在 房市买气惨淡已经将近一年 市场上虽然偶有低首付案 只是数量有限 最近在看房子的朋友们 也许有低首付建案不多的感觉 而且看来看去 大多是特定建商旗下的建案 选择性不大 难道其他建商都像阿嬷一样 脚麻了 对低迷的买气没有感觉吗 其实实际的情况刚好相反 中小型建商 眼见销售低迷时间持续那么久 心里早就已忐忑不安 但却无法像以往那样子推低首付 关键可能在银行身上 前起不过房市空头 央行对土建容管控会较宽松 建商可以取得较高成数的土建融资 但现在的状况却截然不同 土建容五成上线的现贷令并未松绑 再加上国营雨天收散 非优质客户申办融资可能会被刁难 有的银行甚至要求 业者的预售案销售率需达到一定的门槛 才愿意拨付建融 那由于融资的贷款成数下降 筹资相对不易 又逢央行连年升息 目前建筑融资贷款利率已达到2.75%至3% 建商推案成本明显提高 在自有资金需求上扬 以及资金成本走高的情况下 建商当然会把资金优先用于建筑工程 同时还希望购屋组绞组首付款工程款 受到上述原因冲击部分的建商 难有余裕去推低首付 但消费者而言 因房价正处于高档修正的缘故 现在购买低首付案 却承担房价下跌的风险 但对建商而言 却必须承受房价下跌与退户的双重风险 原因在于低首付建案固然好卖 但却不见得容易交污 一般情况下 消费者退户 则建商最多可以没收总价15%的违约金 不少消费者舍不得巨额损失而咬牙交污 但5%的低首付加工程期零付款的建案 消费者顶多只会被没收5%的违约金 一旦交污房价下跌超过5% 很可能就会选择断尾求生 索性放弃首付款而不交污 如果交污率过低 建商又得委托代销重新销售 必须再付一次代销佣金 而且房价下跌损 也需自己吸收利润平白被吃掉 那也就是说低首付建案对买卖商方来说 都是有点堵的成分存在 谁赢谁输完工校屋的时候 就会一翻两瞪眼 用低首付建案的建商 应该体质也要是很不错 没错 才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优负方案吗 很多市场上的建案 没有做这个低首付 也是情有可原啊 前阵子不是有个议题 大家说要担心这个预售屋烂尾楼吗 其实这不是你可以看到的吗 如果说他有办法现在做低首付的 就代表他的资金链是完整的 烂尾楼的比率比较低 我不能讲说绝对不会 但比较低 这个是你一个可以参考的点 像这样子的消息 你看到的时候 你自己就可以去用反面的方式去思考一下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推出来 能够承受低首付这样方案的建商 同样的他的财务结构应该是完整的 因为他没有过度的依赖银行的土建容 过度依赖银行土建容 你可以看到他新闻内容也有讲 我觉得不是对每个建商来讲都是赌 因为有的建商觉得他可以这样子 但是有的建商会觉得是赌是什么呢 因为我完全都必须得靠个土建容 然后呢 我又怕交屋你又交不过 如果说你直接断头了 那我建商会有问题 以自助客来看 各个点看起来是不是这样子的建案 你是不是要多思考一下 他是不是资金低格不太充足 他是不是担心他的交屋会交不过 他是不是担心他的客户都是投资客 当然没有错 现在整体的房市是比较冷 有的时候过多的担心 那你就可以看出来 因为他会担心的点 一定是他现实状况 他有可能会面临到的点 那这些点他都必须得担心的话 也许他在断尾楼的成分上面 不然讲说他会 因为都是不愿意的 但是你会感觉风险好像较高一点 有些建案推出低首付 或者工程零付款等等的 建商愿意赌 但也可以换个角度来讲 你稳输你会赌吗 不会啊 不会吧 那什么样状况你会愿意赌 你觉得你的一面大吗 那也就是要么他觉得他自己钱很够 要么他觉得他的东西不错 或地段不错 他用心在盖 到时候交屋不太有问题 那也不是说要急着成交 他来他也会跟你谈 他觉得对 你大概也是他的目标客户 那有可能就会成交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假设你刚好看到的是大型建商的 那可能当然他推出这个 对他来讲是不痛不痒 那如果说是一些中型小型的建商 那他愿意推出 可想而知 他对于自己的建筑 到时候要交屋 应该是有信心的 不会说 我的这个产品都是投资客在炒作 也就是说可能他的产品比较偏自住客一点点 然后再来是他也不会怕说他交屋到手交不过 他也不会担心他资金锻炼 这样子的产品你可不可以去看呢 也许可以 因为大型的建商的建案 他还是可能会有一些中长期的投资客在 也不是说投资客不好 跟投资客住也没有不好 投资客他有可能他不是自己住 他必须得出租 如果说在你隔壁 你好不容易熟悉的一个邻居 结果又换了 如果说再来的邻居你不喜欢 你该怎么办 来这边租房子的邻居 他不一定会想要跟你打好关系 闹不爽我就搬走 那如果说是住在这边的话 或多或少邻居的情分 会稍微顾一下 当然也有那种是 主流邻居是一辈子仇人的 也有了 都有这种风险在 多数人很多不太喜欢投资客的案子 就是你不知道最后他会租给谁 那如果说他租的是 你会觉得不是很喜欢的租客 或害怕的租客的话 那你就是紧张了 这个时间像这个新闻 等于给你一个讯息 那你可以去看这样型的建案 这个时间点他能够拿出来 也就是说他对于银行的依赖 不是这么高的 可能对自己也是有信心的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好 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的 王老吉 拜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